開始 好 開始了 我要介紹拉筋弓非常的棒 我在這兩三年都暈倒 結果牙齒也斷掉 手指頭也斷掉 但是因為做了一年的復健 都沒有怎麼效果 最近來學了拉筋弓 學了兩年 我就把一些的狀況 都已經把它弄得非常好 都倒在腎腸上 所以我跟大家介紹拉筋弓 對 我也要請問一下 你說你兩年來都是會昏倒啊 很多狀況 對 而且你說牙齒都斷掉了什麼 對 那你本來就是一個不運動的人嗎 不 我以前爬山爬了15年 20年前爬山爬15年 接著騎腳踏車 每天早上5點騎腳踏車 騎到圓山 騎到淡水 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時間 只是這兩三年 因為受傷 所以開始都沒運動 這樣子 那是為什麼受傷呢 就是暈倒 就跌倒 就打斷牙齒 跟打斷手指 骨頭 三隻手指頭都斷掉 不能拿東西 本來做復健 只能這樣 現在可以做拉筋弓以後可以彎曲 雖然還沒有力量 但也是可以彎曲 所以你本來是一個很重度運動的人 對 有爬山 爬山通常一天你爬多久呢 四個小時 早上五點去 然後整個四周山走一次 再下來買菜 差不多將近四個小時 這樣十五年喔 對 十五年 哇 那你很早就退休了嗎 蛤 很早就退休了嗎 呃 我的工作是能夠呃 我大部分工作都可以自己排的 工作室自己排的 要自己 這樣 所以你每天有爬到四小時的山 對 然後也有坐家事做很多事情 對 然後騎腳踏車 騎多久啊 一次 騎腳踏車半年多 早上五點鐘就去騎 對 哦 所以等於說你的骨質 你沒有骨質疏鬆的問題 對 我的密度非常好 我雖然今年快六十歲 我之前 前年吧 去骨質密度檢查 二十五歲的骨頭 哦 這麼好的 這麼健壯的身體 也會 也會生病 不是 你不是生病 你是昏倒 昏倒 因為有美女兒病症 沒女兒 忘記了 已經很久沒有發作了 忘記了 所以就這樣暈倒 在廁所暈倒 半夜起來暈倒 這樣 那美女兒症是 你說多少錢 多少年前 在你很重度 運動的時候 十五年前運動的時候 之間就有了 年輕就有了 年輕是指 後來是因為運動啊 身體保持狀況很好 就把它cover掉了 對 所以我很久沒有發作了 所以你是因為美女兒症才去運動的 對對對 哦 那麼運動了十五年來都沒有問題 都沒有問題 哦 是十五年的爬山 到五年的騎腳踏車 所以二十年 對二十年 都非常好 都相安無事 哦 然後 年紀漸漸漲啊 就抗力沒有那麼好 就開始會 所以美女兒症又出來 突然 使得你突然在 突然就這樣 哦 這樣 那你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你做這個拉筋弓 你覺得是哪一個 是是是 有沒有什麼哪一個特別的事 或者是怎麼樣 整體的來說 這個拉筋弓對你的影響 你覺得好的地方 好的地方啊 呃 非常好 比較顯著的差別 第一個就是說 我能夠咬河 本來牙齒斷掉 我現在不大能吃肉 我現在可以咬河 可以吃肉 可以東西吃得下 然後 我的手指頭 可以彎曲 有力量 切菜刀 有力量 第三個就是 我腰椎盤突出 現在腰椎也不痛了 也是做了 嗯 將近半年多的 部件都沒有用 可是做拉筋弓 也有這些問題 都消失了 所以 就覺得這個拉筋弓 非常好 那你拉筋是拉了多久 那兩個月 兩個月以後 你就發現好的 發現就好很多 我還可以走路 本來都不大敢爬山走路 那現在都可以去爬山了 又開始可以爬山了 那你是覺得有哪一個特別的式子嗎 還是怎麼樣 嗯 我不曉得哪一個式子 就是 每天都把那八式 就把它練起來 就這樣 OK 好我看到要開始了 我們就開始做吧 好 謝謝你 謝謝你